每个家庭都有各家专属的味觉记忆 我家的菜谱就是打开这些记忆的钥匙 生火 做饭 柴米油盐 锅碗瓢盆 中国人用食物凝聚家庭 慰藉家人 火候的把控 滋味的调和 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技巧虽不同 倾注的心意却最值得回味 这一次 我们用普通人家的菜谱 寻找家的味道 我叫傅毅仁 家在浙江租鸡 我们家的人都爱吃锅包柚 你们会感到奇怪 南方人怎么爱吃东北菜呢 你们往下听就能知道了 朱济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城 傅仪人和老伴徐岩根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 一方水土一方味 按照常理 傅家的口味应该浸润着独特的江南风味 可是在傅家 唯有来自东北的锅包肉 才能勾出一家老小的蝉虫 金灿灿的肉片发出诱人的橙黄油亮 一口咬下去 酥脆的酸甜感在唇舌间炸裂开来 让人食指大动 我妈妈做的锅包肉真的好吃 又酸又甜又脆的 你看看 我长这么大了 我都想起这个锅包肉 就会哈喇子都流出来 味道又鲜美 这个东西又嫩又的光滑 锅包肉 经典的东北名菜 可是傅仪人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 却将这道菜做得风生水起 就算是地道的东北大厨 吃上一口负一人的锅包肉 估计也要赞一声地道 棒茶粥 酸菜炖肉 小鸡炖蘑菇 第三鲜 一户江南人家 一桌地地道道的东北菜 二者的结缘 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那段火红岁月 1963年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如火如荼 傅仪人和徐炎根带着孩子 一起去往离家两千多公里的东北工作 到东北啊 你可贴气这么冷 有一次到那个井上面去寻整 哦 那个风大的啊 真冷啊 我的鼻子啊 我的都出来啊 冻得红红的 那脚啊都硬了冻得 寒冷 陌生 一切都比想象的艰苦 但只要全家在一起 傅仪人心中便有了底气 环境没法改变 那就多顾肠胃 从家人的饮食口味上下功夫 那时候油也很少 切点菜 把高粮米也炒 炒了以后呢 好像吃些就像大米饭那样 也吃的 嚼得也香了 慢慢慢慢 我们就变东北人一样 小孩子嘴馋 爱吃甜 尤其是小女儿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为了让女儿吃上可心的饭菜 傅仪人想了很多办法 直到有一天 女儿很兴奋地跑回家 上了小学二年级啊 然后呢 我这个同学呢 有一次呢 到他们家进去去玩 然后就闻到他们家 那个锅包肉的香味 后来他妈妈就说 给了我一块 让我尝一尝 哟 我尝了 这个是怎么那么好吃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 比较艰苦 能吃到一块肉 本身就很香 又酸又甜的 所以说呢 特别的高兴 回家之后 就蹦蹦达达的 就蹦蹦跳跳就回家了 就马上就跟我爸 跟我妈讲 这下我这个老夫 就来进了 要学会他 到处找他这个 东北的同事啊 邻居啊 去问 我要买点鲤鸡肉 您看了会好 您看了会好 你吃就都是一样 那 你吃就拿一块 那我大一点吧 我们家做这锅包肉啊 我切的时候 还是比较讲究 厚的也不行 薄的也不行 就像这样 就差不多 鲤鸡肉切成 0.5厘米的厚片 然后用刀背 轻轻敲击 破坏肉的纤维组织 使得肉片 更加鲜嫩入味 炸制时 更可以防止肉片 预热收缩 土豆淀粉 习惯了东北教法的 副一人 管它叫粉面子 加水搅拌 活成水粉糊 那时候孩子小啊 我在做的时候 老大看着 老二爷也跟着逃 老三小 跟着屁股后面就算了 那时候我叫的 生活挺有意思的 做了很多次都失败 但做的时间长了呢 叫的这个挂户啊 那是最主要的一关 水粉糊的吸筹 稍微掌握不好 就容易脱户掉浆 外焦里生 做了一辈子药师 负一人的字典里 没有适量两个字 水和粉甚至都要精确到克 这是必须的 你看看 起锅 烧油 炸肉片 看似不经意的动作 其实对于油温的精准把握 早已在负一人心中 烙下了印 当食物被添加到热油中 表面脱水 同时通过一系列 美拉德反应 糖和蛋白质分解 产生复杂的味道和金黄色 这是对于油炸的科学表述 但在负一人眼中 只要两遍油炸后 金灿灿 肉片还带有褐色的焦糊点 焦香酥松 这就是锅包肉好吃的唯一标准 1993年 负一人和徐炎根退休后 回到家乡诸记 东北菜仍然独受家人的偏爱 只是做锅包肉的糖醋汁 悄悄发生了变化 掺杂了熟悉的家乡味道 我们原来在东北 那个醋做起来比较重 因为它是米醋 那个酸度大 回到南方以后 我就换成了那个玫瑰醋 这是我自己的 稍稍一点改良吧 葱丝 姜丝 胡萝卜丝 既是点缀又提升口感 糖醋汁预热 醋酸挥发 醋香弥漫 焦糖将肉片包裹出一层薄薄的油亮 好嘞 坠上豪爽的大段香菜 酸 甜 椒 香 酥 十足的层次感 配上嫩肉中裹鞋的汤汁 舀上一口着实满足 第三天 这是南北菜 锅包又来咯 今天有锅包肉吃了 扎根东北三十多年 那是一段家人共同难忘的人生经历 如今回到故乡依然怀念 一道充满东北记忆的锅包肉 酸甜入口 带着全家人的思绪 飘向遥远的北方 家常菜里往往藏着打开家庭情感记忆的钥匙 一份锅包肉 包含着一户江南人家 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念 我是葛明哲 这是我媳妇邓倩荣 我的家在古城堡定 我的家人都爱吃我做的红油猪后腿 作为土生土长的宝定人 葛明哲一向把练家看作好男人的首要品质 代产香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准备迎接宝宝诞生 为了方便照顾即将出生的宝宝 小两口与父母住得很近 平日里父亲葛平毅和葛明哲一起 为一家四口操吃晚饭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葛明哲做的红油猪后腿 我当时我吃的一个菜的时候满满的幸福感 从色香味上一看特别有食欲 只要家人吃得开心 葛明哲就做得开心 葱 姜 料酒 精细配比 大火翻炒 小火慢炖 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恰到好处的炖煮 始终保持猪肉的滑嫩 琥珀色的猪皮爽谈有余 内里的五花浸漏肥润鱼美 只需轻轻咬上一口 其中柔糯的脂肪和颤抖的胶质 就轻易俘获了口舌之欲 红油猪后腿堪称葛明哲的拿手绝活 也是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道菜 这道菜不仅让他从厨房小白 变成了朋友圈中出名的烹饪达人 也让他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男孩 成长为一个学会感恩的大男生 作为家中的独生子 葛明哲从小就一直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有的人将爱放在嘴上 有的人将爱写进诗里 而葛明哲的父母将他们 对葛明哲的爱都融入到菜谱里 葛明哲做的白切肉十分清爽 美味 选材上一定要选大块的后腿肉 这块肉瘦肉居多 肥肉偏少 葛明哲仅仅用白水炖煮 就能将肉做得瘦肉不柴 肥肉不腻 其中的秘诀就是冷水焯 温水洗 开水煮 煮过之后 第一时间放在冬天的室外冷却 使肉质快速收紧 便于切成薄片 最后 浇上蒜泥 香油 陈醋 生抽组成的酱汁 一道葛家过年的必备菜就制作完成了 葛平义做的白切肉和四川的蒜泥白肉 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是 蒜泥白肉切得更薄 并且加入了四川独有的红油蘸料 使肉质更嫩 口感更辣 而白切肉以咸香为主 更符合保定人的口味 葛明哲不会想到 父亲的这道菜 会在将来的某一天 居然让他在国外收获了爱情 2010年 葛明哲获得了赴韩国留学的机会 刚到韩国一个月 一天傍晚 正在上课 突然一阵钻心的胃痛 让葛明哲汗如雨下 原来 初到韩国 因为水土不服 吃不惯韩国的料理 做西也经常不规律 直到把自己生生折腾成了胃溃疡 送进了医院 葛明哲在忍受着胃痛的时候 就想吃一口老爸原来做的白切肉 他便开始远程学着做 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游刃有余 香喷喷的白切肉不仅填饱了他的胃 也让他在韩国留学生中的名头越来越响 渐渐地 葛明哲的厨艺越来越精湛 会做的菜肴也越来越多 每到周末 总有一帮慕名而来的留学生来蹭饭 其中有一位女孩引起了葛明哲的注意 我跟葛明哲呢 在韩国不是同学嘛 他在韩国就非常喜欢做菜吃 我呢 就经常过去蹭饭 邓倩荣喜欢蹭饭 葛明哲就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道看家菜 白切肉给他吃 没想到竟然反响不大 这下可急坏了葛明哲 我呢 比较喜欢吃辣的 因为我从小跟着我四川的年夜一起长大 经过打听 葛明哲这才知道了 姑娘不爱吃白切肉的秘密 为了爱情 他决定对白切肉的做法进行改革 如何将白切肉做出麻辣鲜香的川味 葛明哲可是煞费苦心 如果单纯用蒜来增加辛辣的味道 毫无新意 干脆直接用四川特有的红油炒法 再配上干辣椒 花椒 豆瓣酱等川菜特有的调料 一顿翻炒 一锅鲜艳浓香的葛氏红油终于成了 白切肉也随之变成了川味十足的红油猪后腿 为了一举赢得姑娘的芳心 葛明哲还加上了邓倩荣喜欢的芹菜和胡萝卜 芹菜的叶子如果长时间炖煮的话会容易发苦 所以咱们这里只用芹菜梗 胡萝卜可以让肉增加一点甜鲜的口味 因为我媳妇比较爱吃 所以这里我就多放了一点 父亲的白切肉到了葛明哲的手里 改造成为红油猪后腿 家传的美食在异地他乡变成了爱情的引子 葛明哲和邓倩荣的感情也像锅里翻滚的红油一样 热气腾腾 幸福甜蜜 现在葛明哲和邓倩荣的小宝宝 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了 未出世的宝宝依然爱吃爸爸做的红油猪后腿 因为我学生怀孕了嘛 尽量少用这些酱油啊 老抽啊 所以这次咱们用旁骰来进行调色 上桌吃饭啦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专属的美味记忆 在葛家 打开记忆的钥匙 就是这道红油猪后腿 它让葛明哲成长 也让它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我叫赵日简 我家住内蒙古图前县 我们家十二口人 每次做饭我都给他们搭配几个小菜 比如做腊肉炖豆角 顺带蒸点玉米发糕 一做这个菜孩子们就可以愿意吃 赵日简如今退休在家 他们一家十二口人 住在突泉县的同一个小区里 这一大家子每天午饭晚饭 基本都是这么多人 每个人的口味喜好 赵日简都装在心里 太香了嘛 你像老姑娘啊 或者说那个什么那个姑爷子啥的 都是最近安排的工作 因为他那个自己闯上也是挺难 所以说把它拢在一起 多然他们翅膀硬了 多然让他们呆肥 丁善文赵日简夫妻俩今年都五十八岁 他们有三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 但赵日简和老伴的房子里 永远少不了孩子们的身影 儿孙绕夕 忙碌也是幸福 赵日简以前在乡下务农 一年中大多数时候 是他独自照顾三个女儿 丁善文年轻时外出修路施工 经常半年不着家 今年丁善文认为 自己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务上 帮妻子搭把手 要照顾这一大家子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今天我们选点家豆王吧 特别我那个小外孙女 最爱吃 还爱吃的 咱就得进来吃 三个姑娘也都爱吃这个豆浆 再来点 食材这么好 又发挥你特长 就把这又都瞎了 进入腊月 突泉县家家户户都会储存猪肉 到了春天 室外的天然冰箱开始化冻时 就要将肉用盐腌起来 突泉腊肉 其实更像南方的坛子肉 将肉切成半斤方块 冷水下锅焯一遍 捞出来后 一层盐一层肉的在坛子里铺好 用盐腌起来的肉不容易变质 耐储存 这种用颗粒状盐腌制的腊肉 是过去孩子们改善伙食最好的美味 一道家常菜 牵出了赵日俭家的一段往事 1998年 由于突泉县连续几年干旱 流经同家屯旁的河流早已干枯 田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 赵日俭不得不离开土地 跟随丈夫丁善文出门打工 当时小女儿只有五岁就待在身边 两个大点的女儿留在了老家 有几个亲戚轮流照顾 夏天一到 两个女儿不由得想起了 妈妈做的腊肉炖豆角 姑娘还记得水箱吗 你记得是 没什么法 小时候专的那水箱 我俩小时候 就是愿意转在水箱里 出门哭 你也能进去了 好了就是想 爸妈早点回来 给我们做那个大饼子 还有做那豆角盖背什么的 我一看这个 太多的回忆了 难受吧 都整激动了 赵日简贴波波用的玉米 是老家的主要农作物 十四年前 赵日简的大女儿丁兰生孩子 为了照顾女儿和大外孙 赵日简离开了生活 大半辈子的乡下 团聚 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血脉亲情 再不舍得乡土 与一家人团聚相比 也要往后放 就这样 丁善文和赵日简 在县城扎下了根 楼房里 丁家的团圆菜 腊肉炖豆角又上桌了 到了县城 农村大院变楼房 家庭成员再增加 柴火大铁锅 也变成了小电锅 老肉做饭好吃吗 好吃 你最喜欢老肉做的啥菜 想想 房 发高 发高 也就发高了 豆角喜欢吃不吃 喜欢 也喜欢吃啊 赵日简制作腊肉炖豆角 有自己的招数 锅里不放油 先将豆角下锅边 随着水分全部蒸发 豆角打粘后就盛出来 从坛子里取出腊肉 抖去表面的盐力 经过短暂超制的肉块 切开 内里仍然鲜嫩 赵日简炒制腊肉的秘诀 全在温度的把控 当粉红的嫩肉 在高温中逐渐成熟 在恰当的时机 与豆角相遇 腊肉的汁水 渗入软嫩的豆角 油光汪汪 汁香扑鼻 诱人未累 换了个环境 豆角依然笑春风 可玉米面波波 却不能江湖再见了 城市里可没有大铁锅 这豆角必须得炖烂 咱们就得把这个炖好了 炖的羊们快烂了 把那莲放点 把发高往里一倒一蒸 有个十多分钟就好了 发高的面 我们必须得吸一点脚 后面我们搁点 搁两个鸡蛋 然后再搁点那个糖 它就搁那糖 就是发酵快 然后这吃着还好吃 放点那个酵母里头 给它发就是搁筷子 就粘稠了 这样的事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蒙上 那个保鲜膜 就给它发上了 平红的了就妥了 我们就到到皮里头 一给它蒸 周末三个女儿都在家 菜谱便丰富起来 平时不常做的卷豆皮 也登台上桌 但从不缺席的 依然是腊肉炖豆角 再就是玉米发高了 调和好的玉米糊糊 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 在酵母和糖分的作用下 面糊膨胀起来 并在表面呈现出规律的孔隙 这时 赵日碱用筷子快速搅拌 让玉米糊糊里的气体 尽可能排出 避免影响面糊 在蒸屉里的变身 上有老 下有小 小的管不了 老的不能输 中间就是真心家之主 最别心一点 东北就这个喜欢 看似抱怨的话语 其实是丁善文 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 玉米发高出锅 孔隙蓬发 金黄诱人 鲜软可口 倒扣 分切 装盘 腊肉炖豆角 配上玉米发高 赵日碱家菜谱上 最受欢迎的明星菜品 朴实无华 却寄托了相思 见证着团圆 入口未香 回味情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